第八百五十六集 话说到这个份上,意思也是极为明显的了 奥峰不禁露出了淡淡的笑意 这金雅倒是有一颗蹊跷玲珑心的女子 一个招揽都能说得这么添花乱坠 她提出的并不是把她们绑在这个势力上 而是临时客清 还替她们解决了一个身份上的大问题 反而让她们欠下一个人情 以后要找她帮忙 她肯定也不好意思拒绝了 这样的邀请不易让人反感 想走的时候随时可以离开 对自己一行人现在的状况绝对是最好的 目的相投互有益处自然是一拍即合 奥峰装模作样地思索了一番 便点了点头 正要开口答应 却突然听到一阵尖锐的哨音 在前方不远处的身骨默得响起 随之而来的 是一阵嚣张跋扈的大笑和宣言 前面那些家伙们快跟本少爷让开 那头半君王金魔兽 只有我们马罗部落才有资格拥有 你们要是不识相 可就别怪本少爷不客气了 妈的 是罗达那个该死的蠢货 他们来了 美女小队长金雅神色愤恨地咒骂了一句 听到哨音的时候 她的脸色就变得难看了起来 那俏丽的面容 仿佛突然染上了一层寒霜 煞是吓人 他们是什么人 奥峰一皱眉问道 神情也不再那么悠哉了 用精神力感应了一下 她便发现 又有一只数量和金雅一行人差不多的捕兽小队过来了 而对方的阵营里 竟然有两道极为强大的半君王级强者气息 整体实力似乎也在金雅带领的这只小队之上 来人的口吻虽然气焰嚣张 但却不得不承认他们有这个实力 他们是马罗部落的捕兽小队 金雅知道 奥峰是个闭关刚出来的修炼者 对青阳城的势力了解不多 便简略介绍道 这个马罗部落和我们同属青阳城的十三部落之一 是青阳城目前整体实力最强的部落 马罗部落的崛起也就是近百年之内的事情 本来他们来到青阳城定居的时候 只是一个几千人的小部落 却因为族长罗森是一名患能修炼者 招揽到的强者极多 势力扩张速度更是快得可怕 短短百年便已隐隐超过了我们这只原本的青阳城第一部落 截兰部落 不过 因为我父亲是一名三贱君王 吻压包括罗森在内的其他部落族长一筹 他们也不敢完全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原来如此 听金雅这么一番叙述下来 傲锋眼中露出了了然之色 暗自轻叹 一名患能修炼者的影响力还真强大 短短百年便能从毫不起眼的小部落 发展到能取代一个主城的第一势力 也难怪患神修炼者的地位如此崇高了 大人请放心 我们不会让他们对您不利的 面对来者不善的强敌 金雅却并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畏惧 而是扭头对傲锋郑重的保证道 马罗部落在青阳城虽是横行无际 我们前蓝部落却也不怕他们 既然我们向您提出了邀请 您就是我们的客人 不论如何 我们都不会置您于不顾的 简短的几句话 表明了他的态度 金发美女此时的言语 像极了傲锋刚刚对银销说话时的口吻 历史引起了他的共鸣 心中不由对金雅多出了几分好感 他这样的举动力 或许是带着一些为自己部落考虑的利益性质 但就算是为了功力 也不是人人都有这个魄力 在明确表态之前就能为了他 与拥有幻神修炼者的强大部落对上的 这个女人的性格干脆 行事果断 让傲锋很是欣赏 黑眸中略过几缕明亮的光泽 傲锋微微一笑 点点头道 多谢金雅小姐的仗义 你也不必总是叫我大人什么的 我叫云峰 你可以叫我云峰兄弟 或者直呼我的名字 秦界之中并非所有的人都姓秦 反而大部分人之脉都不是这个姓氏 只有核心部落的成员 和达到某种标准后的成为部落战士 才会被冠以秦姓 他不用这个姓氏 是为了避免麻烦 至于追云、秦奥峰等光芒大陆被人熟知的名字 想必已经通过当时在空间裂缝里逃走的光明使者福泰 上报了光芒大君王和真神 秦燕多半也下了通缉令 他不敢轻易再用 听到奥峰的话 金雅的脸上露出了欣喜之色 让他直呼他的名字 这就代表他已经开始接受他们 甚至算是把她当成朋友了 她是个精明的女人 知道过分的恭敬 反而会增加距离感 事已毫不矫情 立刻也点点头笑道 云峰兄弟 很高兴认识你 两个同样强悍的女人相视一笑 一种默契似乎在这一瞬间形成 有时候朋友就是这么简单 一两句话 一件小事就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而性格相合的 甚至不用太长的时间 便能成为挚友 他们说话的期间 马罗部落的捕兽小队已经过来了 四周掀起了一阵强烈的进风 吹得下方众人衣袍乱舞 一头猙獰的巨影 眨眼的功夫就从天边飞到了眼前 仔细一瞧 傲风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那巨影竟赫然是一头身红泰坦 泰坦这种魔兽 是最强的魔兽种族之一 和神龙 凤凰 麒麟等一样 分为好几个档次 最强的紫荆泰坦 与黑凤凰 火麒麟 玄水神龟一样 属于传奇魔兽 而次一等的便是这身红泰坦 也就是君王级魔兽 身红泰坦的血脉 和青龙红卵火凤一样 在同阶的君王之中 属于最厉害的一种 已经接近了大君王 像奥峰刚刚收复的银销 也远不如他了 这头身红泰坦 周身泛着淡淡的灰色灵魂之力 是那两个半君王其中之一 肩膀上站着两名男子 一个是其貌不扬 贼眉鼠眼 看起来甚至有几分猥琐的青年 此时 他正嚣张地笑着 满脸的得意之色 不出意外 刚刚那个大吼大叫的人 就是他 这个家伙实力并不怎么样 似乎刚入大领主级 地位看起来倒是很高 真正让奥峰注意的 是身红泰坦 另外一边肩膀上的另一个人 那是个看上去 二十五六岁的年轻男子 长得倒是不错 身材挺拔 面容英俊 只是一双眼睛小了点 笑起来的时候 眯得又细又长 显得有几分阴柔 这样的人大多诡计多端 心肠狠毒 叫人不得不留心 何况他的实力 也同样让人吃惊 从男子身上散发出的 带着敌意的强大气息 令下方的人觉得非常难受 正是这支小队中的 另一名半军王级强者 而且这头身红泰坦 十有八九 是这个男人的患兽 半军王级的魔兽 可不是后面 那群大领主驾驭得了的 本集结束了 我是奥峰 我们下集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 glaube they也认为了 一份的 新打111日的 优优独播剧场——神凯 ik自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神凡 优独播剧场——神凯